卡乐星球是某央企旗下的游乐场 它自己说是定位大型的高科技互联网主题公园 它在全国各地也都有游乐园 不过在北京昌平的乐多岗卡乐星球 可能比全国其他地区的卡乐星球的规模和游乐的项目数量要差不少 整个游乐园的占地面积还没有朝阳公园的游乐场大 更不如石井山游乐园 和欢乐谷环球影城没有可比性 我是因为原本金金记卡免费可玩十个项目 结果突然说1月31号就截止了 所以就赶紧跑来了 2024年的锦绘华北卡好像也是同样的情况 优惠政策也都一样 到这里自驾很方便 您直接导航乐多岗卡乐星球地上停车场入口 注意有入口两个字 停车场很大免费 位置就在游乐场的北门 公交车其实不太方便 最适合的路线就是地铁昌平线 昌平西山口站下 地口出 出来以后您就打车到卡乐星球北门 非常近 在起步驾以内 也可以乘公交车C117路 在旧西路站下 就是停车场所在的北门 只是C117路的车似并不多 在门口核验完晶晶记卡 工作人员就会在您的手背盖一个章 游乐项目就通过检查这个章来检票 我当时检查门票的时候 周边游客全是买晶晶记卡和解救华北卡的用户 游乐场自己其实也售票 门票10元 网上还有各种的通票 价格倒是不便宜 解完票以后 工作人员就会告知我们这些入场的游客 当天10个免费项目只有7个开放 户外的战锤和摩天轮其实不开放的 室内的神话也不开放 而且多数项目要求孩子高于1.2米 由于游乐园不大 转一圈用不了15分钟 所以也不需要什么路线 您望左是去魔幻农场 唯一有户外项目的地方 这里的摩天轮就叫凤舞云霄不开门 可能唯一最刺激的项目战锤也不开门 唯一开放的就是旋转木马 而且还只开放一层 这个项目游乐园起的名字叫做木马庄园 名字倒是起的挺漂亮的 这个项目也是本次带孩子来玩最棒的项目了 为什么是最棒的 您继续听我说就明白了 在魔幻农场旁边有两个项目 叫爱宠大冒险和夺宝食宿 去爱宠大冒险正好赶上了开放时间 赶紧带着孩子进去 这个项目其实就是一个三级电影 适合学龄前的儿童 小学生会觉得有些幼稚 片子剧情还好 就是最后打败坏人太吵出来了 明显就是为了减少时长 大概十多分钟就结束了 再去其他项目就都需要排队了 随着进圆的时间越长 您排队的时间也就越长 每个项目门口都有各个项目的场次时间 会告知您需要等多久 然后我就排了一个夺宝食宿 等了四十多分钟终于进去了 进去以后发现就是一个四地影片 影片呢就是爆炸撞车 几分钟以后呢 剧情在毫无逻辑的情况下就结束了 继续顺时针的在游乐场转 碰到的就是秘境历险 一问要等一个半小时 问是不是也是看片子呀 回答是坐在车子里看片子 所以果断的拒绝了 再转过去呢 就是游乐场南门一敌神话项目 神话呢关门了 网上查了一下还是看片子 游乐场中间以前呢 应该是个广场 现在摆着一些另外收费的儿童项目 这些项目基本许多公园都有 顺时针再往前呢 叫轻颖旗袍 就是个鬼屋 女生啊一般不敢去 项目好处呢就是人少 而且很多人啊 是只敢跟着大部队一起进去 这里呢属于岁数越大越不怕 鬼屋旁边呢是星际护卫队 也是要等一个半小时啊 问是看片子吗 回答是上19米的座椅 听着好像像游乐项目 网上一搜啊 就是坐在椅子上上下洞看影片 顺时针继续走 有单独收费的动物乐园 就是类似很多喂动物的乐园 紧接着是室内的冰雪项目 这个项目可能夏天来啊 体会会比较好一些 也算是有个噱头 冬季户外的选择太多了 而且价格也不便宜 所以进这里的人并不多 最后呢是回到了北门的起点 这里呢有个星港飞越 一问啊要等两个小时 网上搜了一下 就是类似石井山游乐园的飞越中国 只是在宇宙里 这个应该算是当天开放项目中 最值得排队的地方 所以呢就需要排两个小时 如果您来这个游乐园啊 这个是相对最值得排的项目 游乐园玩下来呢 排队的时间很长 就是看各种片子 体验感啊确实不太好 虽然是免费啊 但是大老远的跑来 我个人觉得还不够有点钱 所以不太推荐 当然个人的需求不同啊 我是尽量的真实给您展示 您自己选择 游乐场里呢有些卖吃的 但是不多 反正就是景区的水准和价格 也没什么好介绍的 游乐场附近呢是十三陵 推荐十三陵水库旁边的铁锅盾啊 叫做大顺鱼村 这个不是广告啊 这家因为我吃过了好几次 每次呢都点的回鱼 鱼的味道啊确实不错 不是北京郊区那种厚咸的味道 另外点过排骨啊不行 所以您去的话就只点鱼就好了 我第一次来啊 是南京的朋友带我来的 这里的碗筷呢 会用热水消毒南方的习惯 最后我顺路去了七孔桥花海 大部分啊都被七三一的洪水淹没了 剩下一小块地方 被人工弄成了所谓的冰场 以前免费的区域呢 现在也不许进了 网上卖票的二十 现场很贵啊 过二十我都觉得不太值 大冬天呢从停车场走一公里多 花钱去看一堆毫无艺术的人工冰柱 如果您觉得我的攻略对您有所帮助 请支持一下看看我的橱窗